第三七题 甲动植物的呼吸作用 以高炉中利用煤焦炼铁 并加热融化成水 丁煤在二氧化碳中燃烧 物铁器生锈 即苹果削皮后不久变黄 羹躺在水中溶解 新干冰昇华成气态的二氧化碳 上述甲到新八个选项 哪些现象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甲动植物的呼吸作用 这是上课举过的例子 呼吸作用为氧化还原反应 以高炉中利用煤焦炼铁 煤焦力把我们的铁矿还原成铁 这是氧化还原反应 并冰加热融化成水 这个是物质三态变化 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丁煤在二氧化碳中燃烧 煤的活性大于炭 会把二氧化碳中的氧抢过来 让自己变成氧化煤 则发生氧化反应 这是氧化还原反应 物铁系生锈 铁系生锈变成氧化铁 当然是氧化还原反应 即苹果削皮不久后变黄 这是其中的铁质氧化的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氧化还原反应 耕在水中溶解 溶解不是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鑫 干冰升华成气氮二氧化碳 这也是三态变化 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反应的有饼跟鑫 所以第三个题题问我们说 哪些现象不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答案选的是B 饼跟鑫 是 是